大佬出一个亿要买我的翡翠 我却跟他要了两个亿 只为让他欠下我的人情 这 这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没错 传说石头开化后 能够孕育生灵 这便是所谓的石中灵 一听这话 李老几人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李先生 可以开灯了 反应过来的李老这才叫人打开了灯 红先生 难道你就不怕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之后 我会更加的舍不得把这块翡翠卖给你吗 红酒门笑了笑 那也无所谓 毕竟时间久了的话 您迟早会发现这块翡翠的秘密 我也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李老眯起眼睛看着红酒门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块翡翠在我手里的消息 是一位辛苦的年轻人通知你的吧 李先生会眼如炬 什么都瞒不过您 没错 那辈年轻人其实早就看出了这块翡翠的秘密 他为了交您这个朋友 可是费尽了心思啊 此等有恃无价的质保 如若换作是我 多少钱也不会卖给他人 李老爽朗的笑了起来 红先生说话倒是坦诚的很 那么你们红门商会打算出多少钱来买它呢 红酒门一脸认真的看着李老 至少五个亿 若是拿到我们的拍卖会上 就算是卖七八亿也并不稀奇 李老听完沉思了片刻 这块翡翠我并不打算卖 毕竟是人家晚辈的一番心意嘛 但是可以借给你们拍卖行当作压轴的宝物 你明天准备好压金再过来吧 红酒门瞬间大喜 这种压轴的质保能不能卖出去不重要 主要是能给他们的拍卖会做宣传 好的李先生 那我明天再过来 说完他便兴奋地转身离去 这件事是我等肤浅的呀 那个叫苦十八的青年 远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别看他外表年轻 就连我都看不穿他的心思 没错 他不但头脑灵活 心思缜密 为人也极为沉稳 是我们小瞧他了 看来 内陆的年轻人也并非全都一无是处 最起码这个苦十八就不一样 这小子有格局有魄力有胆识 他日程就必定不可限量啊 哎 他这个大人情 我是想不欠都难了 几位港督富商对我今天这番手段 也都很是佩服 现在李老先生想把翡翠退回去都不行了 李老 那您的意思是打算把投资倾向于他吗 李老沉思了片刻后摇了摇头 没那么简单 咱们这一次来这边投资 不仅仅是与当地官方合作 也要和这里的商业圈打成一片 这个苦十八很对我的胃口 但可惜他没有足够的底蕴 就算个人能力在强大 那也吞不下这么大的投资项目 反观韩家就不一样 韩家是本地商业家族 要人脉有人脉 要能量有能量 完全可以少走许多弯度 那两位富商也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过欠他的人情还是要还的 这样吧 明天约他过来聊一聊 第二天 我刚起床便接到了李老那边打来的电话 随后我便来到了他们入住的酒店 小苦啊 你小子还真是深藏不露啊 那块翡翠的真实价值 你早就知道了吧 现在看来是老夫的格局不太够啊 这次我也是诚心地想给你道个歉 说着他把一份文件递了过来 我愣了一下 然后接过文件看了起来 这是一份合作文件 准确地来说 这是一份能让整个龙州房地产商人 全都沸腾的合作文件 里面包含了装修方案 建材 施工 随便一个项目都是价值数千万 这几个项目对别人来说 绝对是强迫了脑袋也要争夺的大肥肉 但是对我来讲 还是太小了 小苦啊 这三个小项目就全当我送给你的 你可别嫌弃啊 我微微一笑 脸上没有任何的不满 因为我很清楚 现在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和李老先生谈合作 全凭那块翡翠 否则以我目前的身份 恐怕连见他的资格都没有 李老先生这话就见外了 看来您还是没有诚心要教我这个朋友啊 虽然咱们年纪上相差很多 您是我的长辈 但涉及商业合作的话 咱们就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同事 我只是觉得李老先生缺少一个像我这样的合作伙伴 因为我这里别的没有 最多的就是诚意 李老哈哈一笑 他当然听得出来我想要的并不是这几个小项目 小苦啊 你也知道 我这次带着港都十几位富商来这边投资 所以涉及的投资项目非常的广 诸如餐饮 娱乐设施 度假村开发 房地产开发等等 实不相瞒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上千亿 就是为了能够在龙州大干一场 虽然我很看好你的诚意 但是你一个人肯定无法承接所有的项目合作开发 而且你还年轻 以后有的是机会 这几个项目你先拿着做 我没有接他的话 李老先生 你们这次的投资方向是南郊码头的那个渔村 叫做莽村 对吧 没错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我们打算全力发展这个渔村 将它打造成一个超大型旅游度假景点 这么一个庞大的项目 我相信整个龙州 也只有韩家才有这个实力接得下来 不是没有 只是老先生您忽略了 难道您来之前没有听说过盛世集团吗 李老听完沉思个片刻 当然听过 只不过这个盛世集团北京有点黑 我最不愿意和这种底子不干净的集团合作了 小苦啊 你莫非是有什么想对我说吗 为何提到了盛世集团 我微微一笑 可能您还不清楚 您接手的这个莽村项目 曾经是盛世集团与龙州官方的一个项目 只是后来盛世集团资金不足 加上扶持力度不够 所以停工了 现在您不但接手了他们的项目 而且您合作的对象 韩家 还是他们的死对头 恐怕你们接下来的开发 会有不小的难度 李老听完不屑地笑了笑 那又怎么样 现在是法治社会 而且我们还有龙州官方做后盾 难道他们还敢对付我们不成 我说的难度不单单是指这个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 莽村的地皮 有一半在盛世集团的手里 就连韩家也毫无办法 一听这话 李老先生脸色一僵 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你说什么 莽村的地皮在盛世集团手里 这 这怎么可能 龙州官方和韩家 都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件事啊 我微微一笑 可能是他们忘记跟你说了吧 李老陈思了片刻后淡淡地开头道 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 如果真如你所说 我相信龙州官方和韩家 也会帮我处理好地皮这件事情的 那好吧 既然李老先生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 我也不用再帮您操心了 我这边还有点事 就先走一步了 如果李老哪天需要我的帮忙 随时来找我 说完我便转身离去 李老看着我离去的背影 再次陷入了沉思 到了车上 陈鹏一脸兴奋地看着我 苦大哥 您跟李老先生谈得怎么样 拿到了多少合作项目 我淡淡地笑了笑 一个也没拿 啊 苦大哥 李老欠了您这么大的人情 连一个合作项目都不愿意给你吗 他是给了我几个小项目来着 但是我没要 看来咱们还是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 走 送我去盛世集团 哦 好 苦大哥 您去盛世集团做啥 去盛世集团拿筹码 然后再等李老来求我合作 啊 没一会 我们便来到了盛世集团 这家企业是由盛起强和盛起风两兄弟创办的 在龙周属于真正的龙头企业 请问两位先生有预约吗 没有预约 不过有一件急事 想找一下你们的盛总 盛起风 我之所以要见盛世集团的二把手盛起风 是因为根据我预知未来的能力 盛起风马上就会有一场劫难 只有我才能救他 实在抱歉 我们盛总每天都很忙 如果您没有预约的话 我们是无法帮您传递安排见面的 前台小姐满脸歉意地看着我 而我却是微微一笑 不要紧的 只需要你帮我通知你们盛总医生就行 他新买的那辆新能源车 今天千万不要开 否则今天他必死无疑